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GymFit動作教室 上一期我們跟大家介紹到巨嬰式臥推 大家回去試過之後感覺如何呢 以我自己而言我試起來是會覺得 巨嬰式臥推起來核心參與會比較多 那訓練強度也會稍微下降 所以推起來強度會稍微低一點點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什麼動作呢 我們看看教練都在練什麼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惡婷 那我們現在就請Vic教練跟我們介紹一下惡婷這個動作 基本上惡婷這個動作是用雙手支撐 身體跟地面呈現平行狀態 這個動作是從體操開始 那現在是街頭健身跟體操的運動選手 常做的一個靜態動作 那這個動作這麼帥 如果一般我想要練的話我可以怎麼開始 那他們有什麼特定的進程或動作可以訓練 像我在帶訓練的話我會用四個進程 那基本上訓練的動作非常多 那我會用這四個進程來判斷說 這個人有沒有進步 團伸二挺 單腿二挺 開腿二挺 跟並腿二挺 團伸二挺的話 就是看一個人有沒有那個能力 去讓他的肩甲前移的狀態下 去支撐住他的全身體重 所以他是非常基本的一個能力 那再來單腿二挺的話就是把一隻腳伸出去之後 因為由於力舉會加大的關係 那除了你要有辦法穩定你的肩甲之外 另外你的前三角跟你的上斜方肌肉 有辦法承受你的力舉 那再來開腿的話就是兩隻腳 力舉跟單腿差不多 但是承受兩隻腳的重量 那併腿跟開腿的差別就是 併腿由於兩隻腳併起來 所以力舉會再更大一點 那照你這樣說是不是 我只要按照這個步驟 這四個動作這樣去練 我就可以練會二挺 基本上是 這是一個判斷自己有沒有進步的方法 那肌力訓練的話 有些人傾向於用重量 有些人傾向於用自身擊中 究竟能不能一定能練會 我是聽說說這個動作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做到 那至於有什麼條件的話 其實條件非常多 那開腿的身體狀況 其實如果像現在講的 大家這四個動作 你做一做就能夠練會二挺的話 那為什麼前陣子還是有很多學員 指名特地跑來找你學二挺 有些甚至還是教練 我看他們有些也都練得很壯 那到底為什麼 他們還要特地來學這個動作呢 一般人做不到 大部分就是肌力不足的狀況 有訓練的人 肌力已經不錯的人 他們又做不到 那大部分的話 會是肩胛不會控制 由於在做二挺的肩胛穩定的位置 跟我們一般重訓的時候 後收下壓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會沒有辦法 在前移的位置 維持肩胛是在這個狀態 然後又去承受直升級中這麼大的重量 就有肌力基礎的人做不到 反而會是因為肩胛沒辦法穩定 那這個動作在教學上 你有沒有發現 大家共同的困難點或是瓶頸是什麼 第一個比較常遇到的就是 但是我剛才所謂提到肩胛穩定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怎麼去控制 跟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那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 由於二挺他是很多個肌群 尤其他們又不是一些大肌群 同時之間出去做等長收縮 然後去處理力量 是處於一個平衡 靜態平衡的狀態 才能夠支撐住 大部分的人 有重訓經驗的人 他們在做重訓的動作 會比較屬於孤立器的動作 就比如說 中大肌阿 額頭肌 三肢和牛肌 前三角肌 等等孤立的動作 他們反而不習慣 全部的肌群一起處理 所以他們在做訓練的時候 很常遇到就是 會不自主的憋氣 訓練可能做沒有幾下 就會覺得非常穩肥 二挺最重要的第一個 就是前三角肌 因為他是受力最大的肌群 那再來會需要 穩定的肌群比較好 就會是前鋸肌 甚至是上斜幫肌 那再來還有 胸大、胸小肌等等的 你知道特別的話 應該會是 二頭肌的長頭肌腱的強度 因為畢竟你的手肘要關節大足縮實 必須要你的肌腱夠強 去保護你的關節 所以說如果我要練會有二挺 我上半身肌力 一定要非常的強就對了 所以我可以不用練腿嗎 基本上如果不練腿的話 你離二挺就更進一步 太好了 我就是要等這個答案 今天介紹到這邊 很謝謝VIC教練 跟我們分享二挺這個動作 GVIC動作教室 我們 蛤? 蛤?什麼? 練這個動作 那個小編問說 到底練這個動作 它的意義在哪裡 那學會之後 你的人生有什麼改變嗎 基本上如果以身材的角度來講的話 它會給你非常強壯的肩膀 再來第二個的話 可能就是 你到世界各國各大的旅遊經典 你的拍照姿勢可以跟你一樣 所以 所以 想要有強壯肩膀 練二挺就對了 想要拍照姿勢跟大家不一樣 練二挺就對了 對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GVIC動作教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 我